那你说你身体不舒服来医院 不正好让明慧姐多关心关心你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干嘛要瞒着她呀 新先生 该照检查了 明慧姐打过来了 晃了呀 呆死了 看来明慧姐真是发现什么问题了 她要是一直打过来怎么办呢 能慢多久慢多久吧 今天的检查做完赶紧回家 那不行啊 医生都说了 你最近心里不太正常 那得住院好好检查检查 好好休息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要做了检查尽快安排 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待久了露馅儿 你在医院你不陪医生的话 你想让明慧姐没有上妇啊 明慧姐 你们在哪儿 我们 我们 我们就在家人医院八六三病房 这回真挂了 出去 出去 别激动 别激动 洗脏 你还好吗 你快醒醒啊 怎么样 这么严重 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但也不轻松 虽然她突然心脏不舒服住院 初步检查结果 心理和臭压都有一点问题 但是具体情况还是要等到 全部的检查 多出结果之后才能知道 现在推荐是留院观察 对 不是说好帮我的吗 帮我什么 如果你要真不想让明慧担心的话 就应该跟她说实情 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她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工作累的 说不定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没什么事 好好休息吧 有问题带叫我 小全宝 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好啊 走 这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真的没那么严重 你要不相信 一会儿让哈尔丽把单子给你看 就算不是很严重 你也应该听医生的话呀 好好治疗 你逞什么能 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你之前没病的时候 你又要装病 你现在有病了 你又要装没病 我之前装病是想让你紧张我 关心我 那现在装没病是怕你担心我 这个病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很清楚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呀 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 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 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 你赶紧休息 你再说一个人 你现在是想要吃 你再叫我 你帮我帮我按完 我给你帮我离开 你也就说了 我去把我连结是不是 你再帮我一顺便 我看你帮忙 我现在能够离托你吧 头顺便在这些地方 我还是可以了 爸爸你看 我给你画了一颗心 以后你就有两颗心了 一颗不舒服 还有另外一颗可以用 谢谢全全 还没画好呢 让我画 谢谢全全妈咪 吃不吃水果 吃药了 新奇一家属是吗 对 是我 这个是今晚的药 白色的现在就可以吃了 黄色的药等白色的吃了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吃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吃药 要是能多病几天多好啊 有家属的感觉真棒 你一星期内要是好不了 我们就不陪你了 好 你怎么来了呀 我来看你啊 妈咪 你不是说我们要留在医院里陪着新奇的嘛 我知道你担心心奇 但是医院里也有医生啊 还有姑姑他们 所以不用担心了 一切正常 全全真棒 这样吧 你今天早点睡觉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看心奇好不好 那你帮我给心奇 做个安心三明治好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 心奇就送我了一个浓量心脏 现在心奇生病了 我想送心奇一个 爱心三明治 原来是这样啊 那全全你应该自己做呀 可我还是小孩子 很危险的 知道了 那妈咪帮你做好不好 记得要做成爱心的哦 不然就不叫爱心的 说到了 那你快去睡觉好不好 去吧